他们发现自己面对妻女反倒是弱小的可怜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妻女面对围攻 根本无需施展任何最强手段 只靠速度就可以躲开众人漫天而来的攻击 神速兵施展时空换步 急速穿梭在敌人璀璨撕裂虚空的剑芒刀芒之间 他每挥出一剑 便将一名正在持剑攻击自己的敌人右手斩断 以袭黑群的神速珍杀手出生 下手狠辣的他 化作道道黑色残影 在敌人围攻之中形同鬼魅 每出一剑就会将敌人胸膛洞穿 唐梦义忠无师遥 薛子烟皆发肆飞扬 在敌人合围之中如入无人之境 将敌人四肢进阶斩碎 澹台仙儿则施展光明圣意 若降临人间的无情天使 在敌人包围之中 实践将一名又一名的敌人中创 南宫玉镜体内轰然保出古老神圣的洪荒气息 他手持洪荒神剑 若洪荒中走出的女神 对敌人展开无情杀戮 短短片刻 杀向妻女的无量幽宫强者 除开二十六人还毫发无伤 剩下的人皆鲜血淋漓倒在山巒之间 众人一边求救 一边在冰冷的地面上翻滚抽搐 而此刻还没有受伤的强者 面对妻女早已被彻底吓破了胆子 他们分散逃团之际 对着山巒之上 正与天罗龙雄王激斗的东郭昆仑 惊恐万分地呐喊出声 副公主 这七个女人实在太强了 我们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怎么办呢 耳畔传来众属下的惶恐之声 把东郭昆仑气得肺都要炸了 他高达二十丈的身子 凌孔闪烁 陡然掠过千丈虚空 一掌拍在天罗龙雄王身上 随着沉重的炸裂声 天罗龙雄王胸膛血肉炸裂 他哇的一声喷出一股鲜血 九百丈的身躯 便若隐石一般砸裸虚空 隆隆巨响里 在将一座万丈山峰撞爆之后 天罗龙雄王便被砸裸在地 主人 救命 俺快要死了 天罗龙雄王奄奄一息 正准备救下天罗龙雄王的谭云 脑海中忽然响起天罗龙雄王的声音 主人 俺是装的 俺先拖住这老东西 等你废了所有敌人之后 你也再过来帮俺 谭云闻眼咧嘴一笑 并化作残影 朝那二十多名老者坠上而去 而苍穹中的东郭昆仑则怒不可遏大喝出声 野群没用的东西 一百多个人对付不了七个女人 你们都朝我这儿逃 本副公主先宰了这只龙雄在帮你们 东郭昆仑体内紫色魔器滚荡而出 朝山巒中看似奄奄一息的天罗龙雄王奔舍而去 去死吧 当其出现在天罗龙雄王上空千丈之际 他的巨长凌空朝下隔空一按 虚空里 漠然幻化出一只三百丈的紫色巨长 当紫色巨长出现的瞬间 方圆数万里虚空 遍布猪王般的漆黑空间裂缝 接着 紫色巨长带着崩塌的虚空 便朝天罗龙雄王脑袋拍了下来 这一掌之威惊天地气鬼神 光那强悍余威 便将方圆千里的一座座高山直接摧毁 东郭昆仑挥出一掌后 便腾空而起 准备救援朝自己飞来的二十多名属下 他可并没有看天罗龙雄王一眼 因为他无比自信 那只已经重伤的该死龙雄 在自己一掌之力下 必然会被派个戏拔了 去死我吧 原本奄奄一息的天罗龙雄王 体内妖力突然好似滔滔江水 轰然喷波而出 接着便出现在东郭昆仑头顶之上 躲闪不及的东郭昆仑怒合之际 又仗高举 贝贝的春凶 想杀死本副公主 痴人说梦 紫魔灭仙印 一块紫色魔器滚滚的百丈巨印 便自其右掌内冲天而起 轰在了砸下的锯锤之上 就在紫魔灭仙印 死分无裂的同时 东郭昆仑也趁机逃顿万丈之外 就在他望着化作漫天碎渣的巨印 心痛不已之际 远方天际传来道道绝望之声 副公主救命 副公主 谭云越境挑战的实力太强了 东郭昆仑寻声望去 那些属下各个口吐鲜血 若断了线的风筝 砸在了山巒之间 再也爬不起来 下一瞬 谭云沈素兵沈素珍 当先凌空而至 与天罗龙雄王相隔万丈 将东郭昆仑合为其中 谭云向素兵素珍 和正赶来的唐梦义他们传言 苏岳父之前说过 有一名教训老者 手持一张攻击符 在攻击神魂秘境的秘境之门 我猜此人定是眼前之人 为防此人手中符咒还能使用 大家都小心点 素兵素珍欲情梦义 乃是羽化境五重 你们留下 和我与天罗龙雄王围攻 断过昆仑 是要自言心儿 你们只是羽化境四重 你们退后 负责看住那些重伤的家伙 别让他们沉急逃了 紫燕失摇心儿文言 随即快速后退 东郭昆仑则还是谭云几人 他不但怡然不惧 还张狂开口 就凭你们五根鱼化境五重的蝼蚁和一只蠢熊 就像妄图杀了本副公主 你们太医想天开了 你们太医想天开了 没有人太医想天开了 但是我来听说 我们有什么事 我们都会给你更多的